气虚的人无力,阳虚的人怕冷,身体有四种虚,看看你是哪一种,鱿鱼经常熬夜,久坐,吹空调等等,现代人的小毛病一点也不少,明明按时休息总感到四肢无力,走路十分钟,没一会就气喘吁吁,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甚至是怕冷,说话有其无力,身体出汗多,现代人识人有九虚, 这些小毛病往往与虚有关,等时间一长,全身会感到不适,压力增大,可能影响日常的生活 体虚有四种,分别是气虚,血虚,阳虚,阴虚,它们与我们的五脏相对应,如肾虚,脾胃虚等等 那么你是属于哪种虚,应该怎样调理? 一,气虚,容易疲倦,气虚好比人体的燃料不足,便会导致动力不足,人在平时的工作,学习中失去活力,做什么都觉得有心无力 气虚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虚,肾虚,脾虚,肺虚 特征 一,气虚者平时少言蓝语,不爱说话,多说两句话也觉得累,说话气不足 二,负胀,消化能力差,摄入食物易引起负胀,表现为常打嗝,甚至是反胃,想吐 三,舌头有齿痕,舌胎后等都是气虚的表现,原因是体内的湿气没有及时排出 四,身子弱,体力差 站着或坐着时,总想找东西靠一靠 趴楼梯,走路气喘吁吁 四,气虚者怕冷,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 尤其是小孩子,推荐山药一米嵌食粥,做法 一米和嵌食洗净后,浸泡两小时 大米洗净后,用清水浸泡半小时 山药去皮切片备用 将一米嵌食放入锅中,倒入清水,大火煮开 调小火煮30分钟,再倒入大米用小火煮20分钟 山药放入锅中,煮10分钟即可 推荐,西洋参枸杞鸽鸽子汤 做法,鸽子清理干净后,切块备用 葱洗净切断 西洋参洗净去皮,切片 砂锅中放水,加热至沸腾 放入鸽子,葱,料酒转小火炖一小时30分钟 再放入西洋参,枸杞炖20分钟 加盐调味即可 二,血虚,营养不良 气能生血,气虚时间一长 很可能会引起血虚 血虚是一种机体内部阴血亏损的病症 一般是出现在失血,久病之后 想要改善这种状况 最好是采用补血,养血的办法 本草纲目十一中记载 三期补血第一,三期粉生吃活血化瘀 熟吃补血,血虚者不妨对症下药 用三期调理血虚的情况 特征 一,舌头的舌边和舌尖容易出现欲斑和欲点 二,总感觉头晕目眩,双目干涩 这是由于肝血不足所致 三,嘴唇,目眶颜色暗淡,脸色苍白,灰暗 支架成蛋白色 四,皮肤干,皮肤表面容易出现红色或青色血丝 一碰皮肤就预清 五,白天容易出现心悸,胸闷 常健忘,晚上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 推荐,桂圆当归鸡糖 做法取桂圆肉20克,当归15克,鸡肉500克 将鸡肉炖至半熟,再下桂圆肉当归 与鸡肉一起炖熟后服用即可,推荐,三七炖排骨 做法三七用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洗净 将其敲成残兜大小,用纱布包好 锅中加水,排骨,三七,盐少许 用文火炖一到二小时即可食用 三,阳虚,腰吸冷痛 阳虚有寒的表现又成为虚寒体质 是指阳气不足,从而身体抵抗风寒的能力变差 比其他人更胃寒 经常吃寒凉失误,性生活过度 以及年龄增大等因素也会导致阳虚体质 而阳虚一般表现在皮肾上 会出现腰吸冷痛等症状 特征 一,男性一阳尾,早泻,性欲减退 二,女性月经减少,情绪低落,出现宫寒不适 三,怕冷,怕风,手脚冰凉,吃凉食或吹冷风一副泻 四,舌头肥大,呈现蛋白色,面色发白,体型偏瘦 五,运动时容易心慌,气短 推荐,冬虫草炖老鸭,做法 将鸭处理干净,放入废水中烫一回捞出备用 将洗净的核桃,栗子放入鸭腹内 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鸭,再加水,黄酒,清水,姜 隔水炖蒸两个小时,最后加盐即可 推荐,当过羊肉羹 做法,羊肉去山尾,切片,将切片,葱切葱花 将羊肉片,将从当归一同放进锅中 加适量的水,放入盐后拌匀,煲二到三小时 将当归,将葱从汤中捞出 留下羊肉片,继续烧肺,加水和面粉进行搅拌 面粉糊煮熟即可 四,应需,上火燥热 应需又成应需火旺,是体内虚火引起的燥热 最常见是肺阴虚,肾阴虚 一般来说,女性最怕阴虚 因为阴虚会导致长痘,皮肤变差等容易令人变丑 因此,阴虚者要少吃上火的食物 注意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并且保持情绪稳定 特征 一,口干烟灶,总是想喝水,喜欢吃上火的食物 导致咽喉疼痛 二,小便的尿液偏黄,还会有便秘,排便不畅的表现 三,怕热,手心脚心发热,出汗多,特别爱喝冷饮 四,脾气很大,心烦易燥,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 五,舌红少胎,舌少精液,面色潮红,皮肤爱长痘 推荐,百合银耳粥 做法将银耳发开洗净,与大米,百合入锅中 加适量清水,文化煮至粥熟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推荐,银耳羹,做法 银耳,干50克,冰糖200克,加一包营养素 银耳放入碗内,用温水泡透,摘去地头,剪去杂质 用手将银耳液反复揉碎,用清水漂其待用 将锅置火上,注入清水2000毫升 下银耳用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熬2-3小时 银耳熟烂枝绸,放入冰糖,融化成枝 为10分钟之后放营养素盛出即可 银耳熟烂枝绸,放入冰糖